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Henry,我是今年火之龍隊長 可以適度揮火,如果你們射箱 必要是射箱,射箱 射箱 射箱 吃這些東西很漂亮 很簡潔 對 其實所有東西都很簡單 我是Azalia 我是蒸奴隊長 亦負責設計Elephant Robot 我比較喜歡她的一體化設計 當射箱向後轉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射箱拌進去 那射箱向前轉就是把射箱拌出來 這個頭食機拌射箱那邊 它有三個類似叉的設計 當射箱拌得不太齊的時候 都可以靠這個機器 把射箱拌整齊 每年Rubricon的彩排日 都吸引了一群參加者 來圍觀科大市場 看看他們用一年時間 做了一部什麼機械人出來 拉大 拉大 燈都不燈可 我叫阿騫 我是負責兩部RR的馬克思尼亞 雖然是已經準備好 開始後 剛好用它的sel箱拌的設計 讓非常都要上台 所以我們會先用Rubricon 用暴力的設計 用Rubricon的設計 然後用Rubricon的設計 不過… 在射不同的目標時 基本上只有六成 一直以來 科大隊參賽者來說 簡直是Robocon的天花板 可惜他們今年令對手大跌眼鏡了 你們也要準確 我覺得這輛不是他們比賽的一輛 Robocon大的骨頭 總之有些東西藏起來 他們藏不藏起來 我到現在都不太熟悉 我知道會是這輛機 我預測它會有更厲害的東西 這個設計的缺陷 是在於它攪拌到鏡頭的時候 未必是可以100%攪拌到 有時會卡住了 三、四月頂上來 這輛機是生什麼樣子的時候 其實不算太好 其實早在今年五月 科大已經不斷為機械人進行各種調整 當時的準成度和穩定性都有待進步 你這麼慢一點 太慢了, 跑得比較難一點 他跑得比較難一點 這種設計是不穩定的 它的能量比較大 它的圈圈圈碰到炮的旋風的時間 不一定是一樣的 即使是同一個圈圈 它每一下射出去的落點也不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就會令這個準成度 大概只有六成左右 找大幸運點 外面有很多機會 今年在設計想法上 運作的方法未做得很好 我們就太草勢了 去決定 for the mechanical age of the species 後來發現 Rain的種類發生了改變的時候 令到 mechanical age of the species 科大機械人隊一向大膽創新 就好像他們今年也有研究過 如何讓大象和兔子機械人 來傳遞教圈 除此之外 亦有嘗試如何利用大象 運一隻兔子過河 也不妨告訴你 這些設計去到比賽 沒有用出來 不過試過、學過、同學享受就行了 每年比賽前一個月 科大都會以24小時輪班制進行訓練 這個已經不是甚麼秘密 不過機手練習到不走 就真的是第一次見 想繼續打下去 想自己熟習一點 我覺得比賽重要 你會回去嗎? 走吧,夠了 你不走,你不走 通常是機手不肯走 很喜歡留下運鏡 因為他們的運鏡很麻煩 雖然搶大 也要保證他們的碎片健康 要有精神才能運氣 才能休息 才能打到有質量的隊伍朋友 機械人雖然有先天缺陷 但同學也沒有因此而氣餒 把握每一個可以提升實力的機會 對 勝負是一個榮譽 透過這個比賽學到的東西 才是最重要的 我最無悔,不留為憾 我們是香港科技大學 火之龍 我們是… 勝負 麻煩你… 我是Jimmy 我是今年香港教育大學老師隊的隊長 我最疑問,我們可以有廣告機型 媽媽,你會選擇 我會選擇 還是有梗子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隨便選擇 我換你選擇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我選擇 打工資 我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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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先生の機械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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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參考了越南的設計 就是用一支鋼穿過的鋼 把它撐起 然後到上面 就慢慢把鋼板掉到我們的平台 之前我們較大 玩比賽時也沒用過這個系統 現在看到伍比機械人的系統 裝置可以很順利地把鋼板射出去 香港教育大學第四年參賽 憑著一股傻驚也拿過兩次獎 原來學校有一個部門 看到我們這個獎 英文翻譯叫Best Institutional Award 一直說的那一支 原來是有些誤會 其實就被迫不及貴 由Best Institutional 以為是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學校 想起到教了嗎 其實教大的同學 對這個獎又愛又恨 他們覺得這個獎只是鼓勵性質 而他們最想擺脫新手這個標籤 我們也會期望有一天 我們的隊伍可以進步 跟其他學校都可以看齊 他們今年花了大量的時間 去撕掉以往機械人的一股葉餘的味道 這次用女形材去做支架 看起來很穩妥 今天我們會畫Cato 畫出來再生產 去拿一個更精準的製作方式 令整個結構更順暢 為了急起直追 隊員平仔今天去了偷看… 不是,是偷師 看看中大的管理方式 以及機械人的表演 他們的分工都很清晰 雖然他們可能全部都站在這裡 但他們應該知道自己的姿勢是甚麼 我覺得這個也很準確 每一年都跟其他學校相差很遠 距離真的相差太遠 所以我會盡力拉近距離 成績會比較好 不只是追求一、兩個額外獎 我自己的目標是 在這五年內有至少一次頭三 我希望 但我知道是很難撒 這裡 在那裡 很棒… 較大,在沒有機械工程學生 參與的背景下 也有這份參賽的熱性 感染了一位博物台的前輩 去助他們一臂 今天來到,我看到 AQ用的材料 比以前有進步 在他們的穩定性方面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是好的 我們之前做的Join U Electronic Training 教他們用那些摩打也有用 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看到我們的訓練對你們有幫助 當你斜了 你的Graphic是… 我剛開始玩Robocon的時候 是一個很不友善的比賽 和每間院校閉門造居 沒有分別 我覺得如果我有能力 我可以幫助他們 令他們有更高的競爭力 我覺得純粹是令他們公平一點 較大一直是參賽院校中 資源最缺乏的一隊 有時還要靠同學自資去掙扎求全 可以有同路人去提點一下 已經是很大的支持 很多其他U 他們都玩了很多年 有很多經驗 我們學校沒有工程學背景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由零開始 懂得一些小小提點 一些關鍵字 都已經讓我們的發展很好 我們是香港教育大學的武士 我是檸南大學虎隊競爭部隊的隊長 不問他 我今年主要是負責兩部機構的設計 以及所有的項目管理工作 我們兩個機構的機構 都是比較單一的 首先我們的兔仔機械人 就是負責取引擎 然後透過枝杆 把枝杆升起 再放在射野的大將機械人上 我們用了四塊木板的設計 透過3D印了一塊木板 有一個類似斜面的東西 把兩個枝杆卡住 就可以讓一塊的枝杆 可以逐個逐個推出去發射 而沒有加任何額外的電子設計 轉用Brushers motor已經是一個突破 它本身的電腦 跟我們過往學習的簡單模特兒很不同 它是一個類似三上電的設計 它們三個的電線 其實沒有劃分正負或訊號線 這些新的東西 我們都要掌握一段時間才能學到 最大的好處就是它夠快 跟Power來說 相比起其他普通的模特兒 我覺得你會更加優勢 我還沒想做個褲子 現在要改吧 我不知道改完之後會不會有不差 嶺南大學第二年玩Robocon 就抽中在小組賽 對戰強隊科大和中大 雖然有導師帶路 沒有機械工程底的同學要越級挑戰 有沒有難度呢 知道我們的對手是CU和UST 也知道他們兩隊都比較厲害 而我們技術力比較沒有他們那麼好 相對來說就有些比較懸殊 與其想我們會不會贏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直接的機會 我們可以現場看到 我們的差距有多大 我可以說這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很想做很多東西 對方都有很多東西 我看到我看到學校是在做一種 我其實覺得是可以煮實 很多事才能吃到 一定看到學校是… 她是有甚麼人想做甚麼 對方做甚麼 我沒想到那些地方做甚麼 哪些地方做甚麼 明星大學 亦不會麻煩到別人 但很多時候在這個位置 就會有衝突 不想搞到人 唯有辛苦自己 發生游牧民族 不停轉地方練習 只在這裡收拾東西和搬東西 就已經消耗了同學 不少精力和時間 要進步, 才要踏出第一步 隊長Anthony更走出領帶 在找到市場的時間 找其他院後的同學取經 這件事也是我很想學習 但不太懂得怎麼做 氣動的東西 去哪裡找到一些東西可以學習 我們是Mainia比賽 你們內部寫了一些… 學校有教 氣動是唯一一個 我認為對RobloCon是最有用的地方 反而是學校有教的 其實挺磨蝕鬥子 學校覺得我是志在參與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我們很想贏的時候 那些鬥子都已經消失了 比賽中的真性心 我一向都沒有很學求 想試試新的東西 想試做新的機械人 新的技術 那團火一直都在 希望這團火可以消耗得更加旺 讓同學在比賽中 有超水準的表現吧 我們是… 虎智機動部隊 大家好,我是Steven 現在是第二季 在讀Ivy的A.I.N.和技術 我們今年的機器人 ER就是走到軟件 鏟起軟件 而RR夾的方法 是把整個軟件夾起的 今年我們兩部機器人的衣櫃 都是用兩隻軟件加軟件去推出去 特別之處左右兩邊的軟件 跟軟件夾起的軟件可以加上船 可以更容易泳中我們的目標 大家好,我們是Ivy的隊伍 我主要負責計程式 我們的軟件夾起軟件 反而轉為坦 比較小,比較輕 開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在2010年第一次參賽 就已經湧奪第一名 之後一直穩立八強一席位 成績也算不錯 跟其他學生不同 Ivy的同學 是以做畢業作品的形式砌機械人 所有隊員都是第一年參賽的 再加上 今年還有四年Robocon比賽經驗的導師 Can帶著他們 不知道會有甚麼火花 因為大部分軟件都是 年3、年4的學生出賽 我們這裡最多是年2 欠了一、兩年的技術 就是欠了一、兩年 但如果用一個心態 即是在工作上 我覺得它不會被其他軟件夾起 你看到我們 大家都是一起職業、一起通宵 甚至一起在職場上過夜 所以他們只有在職業 他只是擲作工程 然後就算職業 我連續二個的OT 車至11時才走 很開心 因為累是值得的… 女生不是這樣穿 怕他不用 怕嗎? 很害怕 這就是恐懼 在一起工作機器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 跟其他人相處 看到由默契和兒子的聲音 是他們割出來的 到一起組裝的時候 接著到駁電 駁完電後再混音時 看到他動到走到 其實滿足感很大 Ivy跟去年一樣 都踏了個場比學生年紀 還吸引到勁女科大 過來打一場友誼賽 我會因為控制版訊號問題 還會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有些時候看人家的機器 就可以多了自己,畫得更好 他拍攝一下和收拾輪圈 一體化,收拾就做得快 四天就做得盡 還有全自動 可惜因為控制版訊號問題 Ivy的機器最後還是動不了 打不成比賽 但兩間學校的同學 都可以交流和互相取經 這是這個實力 為何做單紙工 就是可以貼地一點 直接攝取到溫度 看完他們的機器發現 很多位置是用Pilipe做出來 挺漂亮的 他們射圈的方法 或者撿圈的方法 是我們之前沒有想過 可以這樣有這個方法去做 他們沒見到我們無機能動 原來有點遺憾 你們也會給我們一些實質上的意見 怎樣看我們的設計 都覺得挺開心的 距離比賽還有生日 Ivy的四部機器 在今天的場地測試 還沒準備好 究竟同學 可否順利完成這份骨劫作品 好 好 我們倆是極競傳職 我們一位神經描述 推 換點前風氣 現在玩全場 決賽兩道 開球… 三、二、三、二、三、四 我是Henry 我是Cony Rubicon的隊長 我是負責McKen的設計 這兩隊都用了雙炮塔的設計 負責和鏡頭是連在一起的 就可以很快地去射擊 以及射擊不同的鋪 在同一個位置 我們兩支爬台都可以瞄準 不同的鋪 去進行射擊的動作 ER的速度比較高 而它的範圍也比較遠 ER就是一個主要的角色 去取分 ER就是輔助 取一些ER錯過的鋪 我是Fernando 今年年三年讀 學生學科學 是很重的 因為我同時去寫程式 我可以將自己寫的程式 真的應用在絵器上 想用我之前的經驗 為我們的團隊去爭取好成績 香港大學頭幾年參賽 一直問頂三甲 可以說氣勢一時無兩 不過這個成績 在2009年就止步 別說拿冠軍, 簡直是頒獎台上的稀客 要再成為王者 他們今年在任何細節都要下足功夫 就像這兩位身兼程式設計的機手一樣 他們合力重整系統之餘 還為了方便機手搶先得分 在手掣上都放了很多心思 我們在手掣上加了11個掣的板 每個掣就代表牆上的每一條鋪 機手可以按按鈕 就可以把手掣描向每一支鋪的位置 盡快令他們達到達成功 硬件提升後 要加強的就是機手的訓練 要操練, 最好就有私人教練 又是你?劉先生 把你的手勾勾勾勾得好一點 有肌肉記憶, 這些可以練習 有些鋪肯定是左邊的鏡頭 把這兩位游做任何的顏色 是分別的 到時你一看就知道 這兩位一定要用右邊鏡頭 我覺得相對比他們老一點 有個責任就是 要確定他們做的事 是對手機的性能有改善才去做 而不是他們真的抽起根 想做一些更多的事 如果要洗油, 我可以整個計劃 地象要散 할 situation 除了要反覆練習 每天無資金批准設計劃 同學還要處理很多特化情況 要贏的比賽, 最重要是快、狠準 港大同學除了要練習 在最快的時間內的結局 還要裝備好對抗強隊 這兩個星期 港大同學見機比見人多 每天打幾十場 練習12小時 他們日夜顛倒 真的開始懷疑人生 要贏人, 先要贏自己 撐得住壓力, 還要熬眼睛 連隊長Henry也沒電了 實際場地跟他們校內練習場 有很大差距 同學先練好機械人的準程度有九成 但到場地測試當天 跌到只有六成 藍牆和紅牆各有一個角度 欠1至2厘米左右 然後紅牆有一個角度 欠了大約3厘米 紅色的位置不太平 令我們射圈的圈 很多都反映到其中一邊 這對我們來說挺大問題 兩個兄妹攪拌腦汁 也是希望減少場地 午差帶來的影響 令同學有更好的表現 我們其實也是站在前人 和巨人的肩膊上 去砌好金子塔 沒有了前人的技術 我們是不可能有今時今日的結果 每年都想贏,不會說哪年不想贏 但想贏又不肯定是老婆 你眼前每一場比賽就可以 別想過結果 大家知道每個人都在焦點 做好事做一部分 要贏就贏就贏 好,謝謝 你看到你用一整年的心血 去砌的機械人在場上 和其他隊的機械人在比賽 這個感覺是很開心的 我們是香港大學的明德 我們是嘉賓 一連兩集 為大家介紹了14隊機械人 想知道哪一隊可以成為霸主 去柬埔寨為港爭光 密切留意下一集 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 2023,花樂誰家 好,好,好,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